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大家来到东方华为汽车电子网络学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腾讯课堂 每天啊 每周二四六日啊 这个公开课啊 那么咱们这个公开课呢 目前呢一直都是免费的啊 一直都是免费的 然后凡是进入腾讯课堂的学员啊 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电脑板 原厂的图纸一份啊 原厂的图纸一份 一共是十一张纸啊 十一份图纸一共是十一张啊 一套图纸啊 它不是电子版的啊 是纸质的大的啊 大的大概是四张S纸那么一张啊 四张S纸那么大一张的图纸 一共是十一张 电脑板原厂的图纸啊 原厂图纸 每人都可以领一份啊 每人都可以领一份啊 凡是进教室的都可以啊 都可以 那么好啊 那么咱们呢 这个今天呢 老师啊 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 三项的啊 交流发电机 因为咱们这个课程呢 一直在给大家讲电感 那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课程 在咱们这个汽车上啊 现在在汽车上 就是电感的应用啊 在汽车上电感的应用呢 首先的话呢 这是这个发电机 发电机呢 说是直流发电机啊 它输出是直流 但实际呢 它是三项的交流发电机啊 它内部呢 是三项的交流电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三项的交流电呢 它连带着咱们工业上用的啊 三项的交流电动机啊 三项的交流电动机 说那老师咱们学的不是汽车吗 那怎么又跑到电动机呢 那么这个三项的电动机 再往下啊 也就是跟咱们汽车相连的啊 新能源车上应用的啊 三项直流同步永磁啊 电机啊 那这里的话呢 他们的原理呢 都是一样的啊 他们原理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永磁电机呢 这里面呢 又涉及到一个悬变啊 悬变 也就实际呢 就是电机旋转位置的一个传感器啊 悬变 这些呢 都是电感制的一个应用啊 那么今天呢 老师呢 就通过这个啊 三项电啊 通过三项电的原理啊 然后呢 咱们给大家慢慢的引导到新能源汽车的电机驱动啊 和他的悬变的工作原理啊 这些都是电感的应用啊 都是电感的应用 那么好 那么谈到这个三项电啊 谈到电感这三项电啊 其实咱们汽车的发电机啊 汽车的发电机就属于三项交流电的发电机啊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复习一下的啊 就是这个电动机内部的结构 首先呢 大伙看到的这个位置啊 这是转子啊 转子呢 它实际是磁场 然后定子呢 定子啊 实际是三项线圈啊 定子是三项线圈 然后现在你看到这个位置 叫整流桥 实际在电子领域里呢 叫桥式整流 咱们电感呢 马上讲完了啊 讲完之后呢 老师会教大家半波整流 全波整流 桥式整流 背压整流 这都是二级管典型的应用啊 都是二级管典型的应用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还是一个电压调节啊 电压调节啊 那么呢 咱们呢 这是发电机 它内部的结构啊 内部结构 那咱们现在呢 先看它三项的线圈啊 三项的线圈 那么咱们这个发电机的 这个定子这个线圈啊 实际上它是发电的 那它发出的是三项交流链啊 三项交流链 那么呢 咱们把三项交流链呢 跟大家复习一下啊 现场直播啊 要看看那同学啊 是现场直播啊 现场直播 管理员呢 有抽空的话呢 给他打一下子啊 给所有人都打一下子 这叫现场直播 那么咱们这个三项电啊 三项电啊 现在呢 咱们 就是工业上的啊 工业上的三项电 咱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子啊 说呀 你们家的这个近户啊 说你工厂的近户有A项啊 这是UVW一共三项近户 再加一项地线啊 这是一项两项三项再加一项地线啊 那么这三项的话呢 用咱们所说的话呢 叫三火啊 一零啊 叫三火一零 这是马上以最快速度复习啊 以最快速度复习三火一零 那么三火的话一零呢 是这样 火线呢 你用电笔去试灯是亮的啊 试这个灯是亮的 试这个灯也是亮的 试这个灯也是亮的啊 然后呢 试这条线的时候是不亮的啊 说这个呢 就属于地线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呢 把这几条线啊 这几条线都用电压表量一下子的话 你会发现啊 用交流档电压表量一下 你会发现 以零线为基准 接上面这个是220啊 然后呢 接第二组这块还是220 接第三组这个位置啊 就接第三组这个位置 还是220 还是220 但是呢 但是啊 你任意接两根 任意接两根火线啊 两根火线就是咱们想的两根正极呗 对不对 但是你任意接两根火线 它的电压就是380伏 啊 就是380伏 哎 对啊 380 那这380怎么出来的 那都是正极 它怎么能有380伏的电压呢 对不对 明明压差是220啊 所以这个火线对地线是220 火线对地线220 火线对地线220 但是差值会出现380啊 这个的话呢 咱们同学都知道了啊 有一同学知道了 说相位不一样 啊 哎 对啊 哎 相位不一样 那这个相位不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说一遍啊 再说一遍 正好引出来咱们的发电机 啊 引出咱们今天的发电机 说呀 咱们这块有磁场 啊 说有这个一个线圈 线圈呢 有磁场滑过 我这样 啊 这个线圈啊 成好 再有磁场滑过的时候 说这块有一块磁铁 这个磁铁呢 由上向下运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线圈产生的电 同学们告诉我 线圈产生的电 是不是交流电 啊 是吧 啊 交流电 那么交流电呢 咱们正常情况 一个圆 啊 一个圆是多少度 是360度 一个圆是360度 啊 然后呢 你现在你把这个圆 你中间给它披一看 上面这是120 180 下面这是180 他俩合一块 是不是还360 哎 注意啊 这合起来 它还是360 这是不变的 啊 合起来啊 这是不变的 360 好 我给它变几个颜色啊 咱们好看 要不然没法看 他现在整个啊 一个波形是360 就是磁铁滑过一次360 再滑过一次又360 再滑过一次又是360 哎 他是波形是这样的 然后 看好啊 老师现在开始 画下一个 再画一条线 这个你们好好做好笔记啊 因为你们的笔记 这个 做过 就是说 咱们 前两天给大家预习了一下子啊 预习了一下 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笔记做到什么程度啊 预习了一下 咱们今天呢 属于正式的给大家讲这个 那么从这儿到这儿是360啊 整个一个跨度是360 你把360平均除三份 同学们啊 就这个长度平均除三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这儿断一下子 大概在这儿断一下子 那么平均除三份的话呢 我看一下这个跨度够不够啊 这个长度对不对 是有平均三份 因为我这没有概念 这不行 啊 再差点 往这点 这有点平均三份的意思了 那么这时候呢 每一份 实际呢 它等于120度 啊 每一份 等120度 这个明白吧 每一份 等于120度 明不明白 这明白是吧 好 明白 看好啊 这个明白了之后 老师再跟你讲 就是这个磁铁滑着一次的时候 这个电压从零辅 线圈不得发电吗 它从零辅开始起起 然后电压慢慢的升升升升升升啊 这个电压 它在磁天往下落的时候 这个电压再慢慢的往上升啊 大概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注意啊 我现在再准备两组线圈 我再准备一组蓝的 也就蓝色的线圈呢 大概也是跟它一起的 但是我跟它错开 啊 就是这样 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要是 把这个线圈平均 这不是三份吗 一份 两份 三份 我给它占 让它占一份 大概在这个位置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 就再给它出一组线圈 那么这时候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磁铁由远处到来 红色的先切割磁力线 随后的话呢 再往下落 红色切了一段时间 蓝色开切 蓝色是不是也开发电 蓝色也开先开发电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注意 蓝色的发电位置在这儿 开始发电 也就是第120度 夹缴的位置 开始发电 啊 这是第120 这是第120 看明白吗 啊 也就是说这个 电 第一组线圈 电压变化的角度 在120度的时候 第二组线圈开始发电 他们俩是错开的 啊 他俩发的波形是一样的 电压也一样 但他俩时间是错开的 啊 哎 时间是错开的 然后第三组线圈 有的人说 老师你讲这干啥 这是修车吗 完老师讲这个东西 你马上 你新能源车是不是要使 新能源车用的是不是三项 对不对 你新能源电机几根线呢 对不对 好 现在啊 准备第三组线圈 第三组线圈 大概的位置 啊 是在 这个红色线圈 又错开 120度的位置 在这儿啊 大概又是这个位置 他出现 因为我不可能给他们仨都 重叠在一块啊 我只能以这种方式 知道 先是红的 再蓝的 再绿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绿色线圈 在 现在 这个位置 又开始 发电 啊 又开始发电 他们三者之间 差了 啊 按正弦波的角度说 他们差了 120度电位角 那 三项电啊 差了 100 呀 绿色差了啊 绿色差了啊 不好意思 又花错位置了 那天就错一个位置 今天又错一个位置 在这儿 啊 这个是120度角啊 120度电位角 这个效果啊 这个效果 哎 他们三者之间啊 相差120度 看明白吗 三项电 相位差 差120度 然后380不懂 你不要紧啊 我就知道 老师前几天 预习的时候 你肯定 有380不懂的 啊 这三组线圈 全发电啊 这三组线圈 全发电 然后呢 咱们这样接 这样 这个 然后呢 如果你要是 把他们这个波形啊 继续往后 挪的话 哎 他们的波形 就是这样子的 啊 他们波形 就是这样 哎 注意啊 注意 这个单个线圈 产生的电压 有效值啊 咱们按有效值算 不是按峰值算啊 有效值是220伏 咱们就按220伏算啊 有效值为220伏 蓝色线圈 蓝色也220 绿色也220 啊 就这样 哎 那么说 他们两根火线 两根波形之间 他怎么能出380呢 咱们万用表 假如说你的表比 是接在这个位置的 啊 你万用表的话 一个表比 接在此处 另外一个表比 接在此处 因为他们俩是同同时啊 就这一段时间 这同时的这段时间上 啊 注意啊 就是你表比 接在同时同时 接到这段时间上 这个很重要 其中一个表比电压为 以零幅啊 这条线 以这条黑线 叫零幅 那么上面这条线呢 它是正 220伏 下面这条蓝色线 它在地上 比地呢 还低 啊 这条线电压呢 是多少呢 是假如说是负 160伏 那么这时候 他俩的压差 合值为多少 合值为 380伏 明白了吗 合值的压差 压差合值 为380 压差合值为380 是这么来的 是这么来的 说不在这个地方呢 那你可以随意挪呀 咱们挪好挪的地方啊 好算的地方 你比如这个位置 是峰值的时候 那在这个位置 它也是峰值 不算峰值 在这个位置 那你看 这组线圈 是正220的时候 那这条肯定是负160 对不对 也就是说蓝色线圈 在正220的时候 这个是负160 那他俩的压差 还是 220 看吧 说为啥是负160 他这电压 这块 在这个位置 这个电压啊 他比零 不开始低了 碰巧 这个位置 就是不是碰巧 就正好 这个位置是160 就是按有效指算 是160 就是不管你怎么动 他们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这是相位 就是这么对着的 你这个蓝色的 跟绿色的 也是一样 假如说 你把你这个红色的 你把这个标 比你弄走 蓝色标 比别动 红色标 比你弄下面去 弄到绿色这块 他这一根线下来 这个位置 他还是负160 他们压差 还380 明白了吗 为啥三等分啊 他三项 他三组线圈啊 人们设议的时候 三组线圈啊 那他们就三项嘛 那你要各四组线圈 每一个 每一个角度 360除400 按四分算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不就明白了吗 他为什么三项啊 因为他限制 发电的线圈是三组 发电线圈是三组 因为三组线圈 放的位置不同 所以说发电的顺序不同 所以产生的正线 不是角度不同 虽然波形长得一样 但是一个高 另外就得低 他们之间是有加差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波形的相位 关系画完呢 在你们笔记上 没有四项电啊 没听过四项电 三项就完事了 完事之后啊 有没有两组线圈的三百八 我告诉你啊 即使绿色线圈没有 就是红色跟蓝色 他俩之间 他也是三百八 啊 你看 红色啊 红蓝之间啊 他们之间的这个这个高度 他们之间保持永远都是三百八 啊 永远都是三百八 那就红蓝之间的保持关系 啊 那红绿电压不会更高吗 那怎么能红绿电压更高呢 红色正二百二的时候 绿色这个地点 你看我标笔给挪过来 红色在这的时候 绿色在这呢 你说蓝色在这 那你绿色在这 绿色的这个位置是啥呢 是电压刚刚下来的负一百六 而蓝色是在刚 马上要回到零的那一百六 看明白吗 绿色是从零负下来 这个位置 而蓝色是已经到底了 往上上 这个位置不还是一百六 这不也一百六 这不也一百六吗 啊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这不都一百六吗 对吧 啊 但是说一个是往下下的位置 一个是往上上的位置 啊 那么他俩和之还是三百八 是两下三百八 那不平衡呢 那不平衡吗 你看啊 有了A项 再有了B项 没有C项了 然后一会儿 我给你解释啊 为什么必须得三组 两组就不行啊 你等一会儿 一会儿我给你解释这事 这老师可以从细节讲一下 此景靠近离开线团 线团电压变化 为什么是正线波吗 这个课程 老师在课程里面已经讲完了啊 因为我今天不可能针对 你没有听过的课程 我再给你重新讲一遍电感的原理 啊 因为这个课程呢 就是说咱们公开课 你赶到哪儿 你就听哪儿 啊 哎 因为咱们电阻讲了一个月 电容讲了半个月 电感也讲了快半个月了 啊 现在已经到应用阶段了 啊 应用阶段 电感讲完之后 咱们马上开始讲二级管 啊 就电阻电容 咱们一共用了两个 电阻电容电感 用了两个月时间才讲完 啊 好 啊 现在的话呢 咱们开始把这个波形往里合 啊 合完之后 你会发现这玩意很神奇啊 怎么合啊 我已经给大家画完了 啊 这个图已经给大家画完了 喝完之后 开始把图往里合 你看一下吧 喝完之后 它这波形会变成这个样子 非常漂亮的波形 啊 非常漂亮的波形 看 看到了吧 你以红色为标准啊 以红色为标准 不管你测蓝色测绿色线 他俩的差值这个位置 永远都是负120 啊 正220负160啊 负160不是正啊 是负160 我看见吗 正220这块就是负160啊 这块正220的时候 这还是负160 不管红绿 他都是负160 这块正220的时候 这俩负160 看明白吗 他是这样啊 然后 老师再跟大家讲 看明白了是吧 嗯 看明白了 注意 那么呢 这负160怎么来的 咱们呢 正常情况下是以这条线为零 对吧 比黑线高的为正 比黑线低的为负 咱们讲课 是不是这么讲过 啊 这课明白吧 啊 就是这个线圈发电 你拿万用表 黑表比接在线圈的这侧 这个就认为是D 啊 这个就认为是D 啊 就这条线就认为 这个是 就是他 啊 然后你的红表比 所接线圈的位置 就是这个 就是他 啊 这是电压呢 上正下负的时候 这个波形就开始往上爬 哎 然后呢 当这面是这个线圈产生的是负电压的时候 比如负220的时候 啊 负220伏的时候 那么咱们认为这条线不就是正吗 认为D是正吗 D是高的 而你就这边是低的 对吧 负200就是比D低 你看那红色线就是比D低吗 这波形不这么来的吗 那黑表比不动的情况下 这就出现负电压 而且老师给你割词场 割磁铁在线圈上已经给你试过了 对不对 拿一个磁铁 你往上一贴 万有秒就是正 你离开就是负 是不是视频已经给你做过了 啊 已经给你做过这个实验了啊 磁铁贴上的时候是正 离开的时候是负 已经做过实验 不记得的 去看以往的录像 啊 去看以往的录像 以D为参照点 啊 说那为什么说是下证上夫啊 啊 为什么是下证上夫 你们对交流店还是不理议啊 正 你认为是不是高 我问你正是不是高 正就是高 好 说呀 这是咱们家里面的大地 啊 这是大地 啊 大地就这 这这就是大地啊 然后呢 你呢 在上面建了个高楼 啊 那你测试的时候 这个D别动啊 这个D的高度别正 啊 就这个高度别动 就这个位置 参考点别动 啊 然后你测这个位置 那他高于地面 这叫正的 这叫上正下夫 然后呢 你把你家的地呢 挖个井 啊 挖个这个这个这个 排水影 挖坑出来 那么如果地面是零的话 别动 比零低的 这叫啥 这是不是夫 对吧 比零低的是不是叫夫 那么 那么对于负来说 上方是不是正 啊 对于负来说 上方是不是正 这不就得了吗 参考点永远不动啊 低于这个 就是负 高于这个就是正 这不就完了吗 好 好啊 好 那么这个 学完了之后能干啥啊 老师给你再表演一下呢 现在就不会行了 一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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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把发电机啊 因为这是交流电 啊 这不是三项输出的交流电吗 对不对 三项输出的交流电 你现在 经 如果是经过发电机 他肯定不能使 必须得经过乔氏整流 变成直流 变成直流的话 怎么办 看好啊 马上变直流 马上变直流 那一变直流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大小啊 我取装取的不合适啊 如果取的合适的话 你呢 因为这块已经重叠了 你就得给它擦掉了 重叠 你这块就擦掉了 重叠之后 你这块就给擦掉 这块就没有了 这就没有了 你用试波器测你发电机的波形 就是这样的 啊 你输出波形就一拱 一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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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连着的 啊 就是正常发电机 咱们电瓶的电压 你们量着啊 是12伏 是稳定的啊 打招车是14伏 15伏 那是稳定的 我告诉你 咱们电源上有温波 你用试波器 去测电源温波的时候 你会发现 电瓶电压是一拱 一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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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啊 如果丢一个拱 啊 如果丢一个拱 你的整流就出问题了 啊 注意 你要是丢一个拱 这就是发电机啊 因为咱们密学桥是整流啊 我没没法跟你说啊 整流有损耗吗 有啊 0.5的损耗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把这个讲完之后啊 咱们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下一个事 这个放一边了 散项电懂了吧 为什么380伏啊 都是火线 为什么还有380伏压叉 是这么来的 好 那么这三组线圈怎么接线 咱们现在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三组线圈如何接电 咱们汽车的发电机啊 三组线圈如何接线 看好 看好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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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 好 老师给大家接一下的啊 电机 发电机 啊 电机 电机 啊 分为 分为 星间 和 和 和 脚接 啊 两种 啊 三项电机啊 与三项发电机啊 线圈啊 分为星间和脚接 两种 那么呢 什么叫星间 什么叫脚接 看好啊 什么叫星间 什么叫脚接 第一种方法 星人节是最简单的 啊 星人节是最简单的 就是A线圈 就是A线 B线 C线 三组线圈 连成一条线 引出一个公共端 啊 哎 那么这几项呢 啊 U U V W N 啊 N咱们叫做中性点 啊 N叫做中性点 你像咱们发电机 你像咱们发电机里面 F叫做磁场 正B是电源输出 啊 U V W N 代表中性点 那这种呢 叫星人节 这种叫星人节 然后还有这种接法呢 叫脚接 啊 脚接 脚接呢 它是首尾相连 三组线圈 手尾相连 脱了 那么这时候呢 它只有三个点 一 二 三 啊 它三项呢 U V W U U W 这种叫脚接 它的接法呢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线圈 因为我这画线圈不方便了啊 这样 啊 它的接法是这样 这叫脚接 它接完以后是个三角形 行年呢 它接法是这样的 像星星一样 然后这块多出个中性点的 它是这么几种接法 中性点的电压是不是比较低 不是啊 不是 脚接 没有参考地 啊 这个叫脚接 啊 腾讯课堂的同学啊 把课堂的连接 在朋友圈转发一下 老师在这里 谢谢大家啊 腾讯课堂的学员 把咱们课程的直播录像啊 课程的连接 在朋友圈转发一下啊 凡是转发后的同学啊 都可以找管理员 领取电脑板图纸一份啊 一够5000份 还剩不到500份啊 领完即止 啊 也就是咱们学员够5000的时候 就等于领完了 那么现在呢 咱们现在啊 看 咱们汽车的发电机 老师先问你是星机啊 还是脚接 汽车的发电机 是星机还是脚接 汽车发电机 哎 汽车发电机是星机啊 那么现在啊 你看这种 现在呢 这个发电机的定子 啊 你就通过这里看啊 发电机定子 这个位置 如果说 只有三个接头 没有第四个接头 这种接法叫啥接 只有三个抽头 啊 三个输出端 没有第四个输出端 这叫脚接 如果有四个输出端 但那输出端 有四个输出端 其实这属于啥呀 是不是就叫星接了 记得啊 有四个输出端 就叫星接 正因为星角接的出现 各位同学啊 正因为有星角接的出现 咱们发电机才出现六关整流 八关整流 九关整流 十一关整流 整流方式不同 它匹配的这个线圈是不一样的 啊 匹配的线圈是不一样的 等到咱们讲完整流桥的时候 老师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他就为什么有这么多种接法 咱们发电机啊 啊 我告诉你啊 发电机啊 分为啥呢 分为有刷啊 电机和无刷电机啊 分为啥呢 分为自己发电机和他自己发电机 啊 然后呢 分为这个 按整流方式分分六管八管九管 十一管啊 整流方式 然后发电机呢 这个按基磁的控制方式分为内达铁 外达铁 就一个发电机就分这么多种 而且它的这个工作方式啊 它的复合传递方式还有个另线控制的啊 还有个PDA 还有PWM控制的啊 还有它的调节器是由发动机电脑控制的 很多很多 对不对 所以你们懂发电机 你看我的发电机 我说了这么多听崩圈没 那这发电机真的懂吗 你看 就是当有很多种方式啊 好 咱们只是讲线圈这一块啊 线圈这一块 那么的话呢 咱们在电动机上啊 现在咱们引一下三向电动机看一下吧 大家看这是三向电动机的接线 三向电机接线 现在看 这三向电机这种接法 这个位置是啊 这是线圈一组两组三组线圈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铜片连一块了 然后呢 UVW线接 这叫星人接角线 这种电机接法叫星人接角线 哎 这属于星人接的线圈啊 那就是电机啊 这个电机的接法叫星人接啊 那么这种接法呢 这种接法啊 他上下接就首尾接啊 这种呢 就属于脚接 那么星人接角线区别在哪啊 啊 说这个电机的星人接角线区别在哪啊 我告诉你啊 大家想一下吧啊 你想啊 这个位置是通380伏 通380伏电通这两边 就380伏电通这两头啊 通这两头 还有一个380通这个两头 我先问你哪哪个电流大 你先告诉我 啊 啊 是星人接的电流大 还是脚接的电流大 那肯定是脚接电流大 对不对 啊 注意啊 那么现在你看到这种接法啊 肯定是脚接的电流大 这是没错的 啊 脚接电流大 所以说 所以说啊 脚接 是适用于大功率电动机 一般5000瓦以上电动机啊 一般啊 这不是百分百啊 一般 5000瓦 以上 电机啊 啊 一般5000瓦以上电机啊 需要 那 使用 脚接 限制圈啊 需要脚接限制圈啊 那么 星人接的话呢 它的电流小 它的功率也小 因为它电流小 功率也小 然后脚接的话呢 它功率大 电流也大 啊 那你没法 没扎实握蛋啊 那这里嘛 那就实际到一个事 感性负载 为什么脚接电流大啊 哦 为什么脚接电流大啊 看着 以这个380为例 你380接的线圈这两头 咱们坐一下了啊 线圈是 电是从这 这样 电流是这样 从这 这样往回走 对吧 它约 你可以理解为是两组线圈串联 如果单独 投的两组线圈的话 啊 是不是两组线圈的串联 而你瞅这头 你同样380 你电流 啊 电流 有一组电流是走蓝色的 就一组线圈 然后另外呢 又是两组线圈 这样电流回来 啊 实际上是一组 是整个一组接380 然后呢 另外两个的话 还串联之后 还接380 是吧 哦 那你想想谁电流的 你就这样算 就这么算 你想谁电流的 那肯定脚接电流的 啊 对不对 啊 脚接电流大 功率大 啊 正因为有这个事 所以说呢 因为感性负载 大家记着啊 注意 凡是感性负载 一般情况下啊 感性负载 在启动的时候 就像这个电机 在启动的一瞬间 它的电流 是正常工作的 电流的6倍 啊 你记这个事 啥叫感性负载 这线圈不叫电感吗 线圈是不是电感 啊 这是不是叫感性 啊 调过来就叫性感啊 正着叫感性 调过来叫性感啊 电阻叫感性负载吗 电阻呢 是组性的啊 那不是感性的啊 感性负载 在启动瞬间 电流很大啊 是正常电流的6倍 啊 正常电流的6倍 正常工作电流的6倍 所以说的话呢 你这个启动瞬间 电流太大 有的时候呢 可能冲击太猛 起不来 啊 所以说大功率电机 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用心接启动 等到电机转起来之后 切换到脚接 它可能会进行切换 啊 就是在咱们电动机 这个领域里啊 电动机的领域里 它可能啊 会有转换 启动的时候 用心接启动 啊 运行的时候 用脚接运行 那这样的话 实现了启动电流小 然后的话呢 这个 在脚接的时候呢 这个 运行的时候呢 功率大 啊 运行的时候功率大 这个的话呢 就算你一个了解 一个常识 啊 哎 了解一个常识啊 就是 这心脚启动 对 叫心脚启动啊 我再说一遍 为什么要心脚启动 因为正常是正常工作电流的6倍 启动电流 因为电流太大了 那怎么办 用心启动 用脚运行 所以说它得需要一套转换电路 啊 它有一套转换电路 啊 这个是在电动机控制领域里 不是咱们汽车领域里啊 那在咱们汽车领域里 回来看新能源电机 好 这是新能源电机 一大眼 你告诉我 这电机 新能源电机 先告诉我 你一大眼 告诉我 新能源电机 一大眼 就是脚尖 啊 你都不用寻思 问一啥呢 脚接功率大 啊 脚接功率大 啊 像这电机多大啊 这个我记不住啊 就咱们那个那个 啊 那个北汽啊 B30的 我刚查完 80千瓦 知道吗 电动机80千瓦 懂吗 你个新能界能清吗 脚接啊 眼瞅着就是脚接 这个包着的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但它肯定不是这个 这个咱们所说的那个 那个那个线圈那块啊 不是接那个接头啊 脚接 启动机是啥接啊 启动机就是普通电动机 啊 就正常接法啊 然后的话呢 咱们这个电机啊 是属于永磁电机 注意你看这个位置啊 它一块方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 啊 整个转子是 永磁体啊 整个转子是永磁体 啊 整个转子啊 磁体啊 磁体 这是一个磁集 这就是一个磁集啊 一个磁集一个磁集的 啊 就细铁石啊 就细铁石 那么注意了啊 这种电机 这种电机呢 是国内比较常用的 啊 这种电机是国内比较常用的 然后呢 特斯拉用的是哪种呢 特斯拉用的是这种 啊 就这种鼠龙式的电机 啊 就三项铜 三项的啊 交流在这种电机 特斯拉用的是这种 而咱们国内用的是这种 啊 国内车 就新能源车用的都是这种 那么他们之间区别在哪啊 啊 啊 特斯拉为什么用三项一部电机啊 三项交流的这种电机 就工业上用这种电机 带汽车 为啥 因为特斯拉起 人家那个公司起步就做变频器的 啊 知道吗 人家就坐着玩 人家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而且注意 这种电机是鼠龙式的 什么叫鼠龙 中间的转子 中间转子是无磁性的 只有在通电之后啊 才行 啊 他中间是无磁性的 而不像这种 这种中间是有磁性的 那么他俩优势在哪啊 啊 他们优势在哪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给你解释一下 特斯拉为什么 他为什么选择这种电机 就选择这种跟380一样的动力电子电机啊 这种电机 因为中间他没有磁铁 磁铁高温后会退磁 啊 哎 磁铁高温后会退磁 所以说呢 这种电机 因为他中间没有磁铁 高温后永远都不可能退磁啊 但是国内的电机啊 凡是像这种电机的话啊 你像这个 这是织豆的 他还好一点 如果不是织豆的 这电机上面都是在冷却水的啊 都是在冷却水的 同学们啊 在冷却水干什么 散热 因为电机线圈一热了之后啊 磁铁退磁 这电机就废了啊 就干铜电就不转了 干铜电就没劲了 对 因为磁铁没磁了 那还转啥了 没劲了啊 说那什么情况下能表现出没劲呢 我跟你讲一个事 啊 你们都遇见过 那个玻璃生降器 你们遇见过这样的玻璃生降器啊 滑到特别顺畅 但是呢 你用手抠这玻璃生降器呢 这电机升起来就没劲 电压还够 那电机转着就没劲 那玻璃生的特别的慢 对不对 然后电机滚烫 对不 那种情况除了线圈短路之外啊 就是中 就是磁场 高温后退磁了 退磁之后 电机的扭矩瞬间就开始下降 瞬间就下降了 退磁后 明白了吗 就是这种电机啊 它体积小 它体积小 但是呢 体积小 但是 但是 不能高温 绝对不能高温 这才明白电机说电机没劲是啥问题了 你慢慢学 我告诉你电机有很多事 而且我告诉你 这种电机呢 这种电机啊 它的扭矩是有限制的 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 你即使加大电力也没有用 它扭矩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 所以说啊 咱们这个汽车这个电启动机 你看啊 咱们汽车的启动机分什么形式呢 分永磁的 就分为软磁性启动机 和硬磁性启动机 什么叫软磁性启动机 硬磁性启动机 咱们电动机 这是咱们这个启动机 是电机啊 然后这是接地 电机的定子 转子肯定是是线圈了 定子有的是线圈的 有的定子是磁铁的 对吧 有的定子是磁铁的 然后电机就直接通电就完了 那这两种启动机有啥区别啊 这种属于软磁的啊 软磁的启动机 我告诉你 越憋它劲儿越大 越憋劲儿越大 扭矩特别的大 越特别大 越憋越有劲儿 为啥呢 因为越憋 它这个线圈中通电的电流越大 磁场越强 它这个磁场是变化的 而这种泳磁的启动机 它没有那么大扭矩 因为磁 它最多是跟 因为它最终它是有 到磁力 就是它磁场有多大 它就多大劲儿 就完事了 对不对 就这磁铁多大劲儿 就多大劲儿了 你想让它增大也增大不了 所以说这种启动机 你们看着 是不是个个都减速 同学们 这种启动机是不是个个都减速 不减速是不行 因为它没那么大劲儿 必须减速增扭 而这种 它就不用 这种你看 这种启动机就不需要 定子视线圈的就不需要 新代轿车不都这种吗 减速吗 特斯拉软磁吗 对特斯拉你可以理解成软磁的 你可以理解成软磁的 特斯拉软 知道 好 这是有关咱们电机这块啊 然后老师开始跟你讲 这个电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那 这电机它咋能转呢 电机为什么会转呢 还得从你三向电开始 还得从你三向电开始说 因为三向的电动机和发电机 它们是可互换的 三向的电机和发电机是可逆的 什么叫可逆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就以这种电机为例 这是发电机 这典型大家都知道这是发电机 如果你给定子通上 你给转子通上磁场 咱们现在啊 假设给转子通上磁场 然后呢 给定子通三向交流电 这发电机就转了 知道吗 你就给它通三向交流电 这发电机就转了 它就是变成了 由发电机变成电动机了 真的吗 由发电机变电动机 它就这么个东西 如果你这个线圈 你不给通电 那它一转 中间的转子一转 那它就是发电机 怎么通电 通三向电呢 通三向电 就可以了 这发电机咋能成电动机呢 你呢 你可以做一个这么个实验啊 我跟你我跟你说一下 这实验机怎么做啊 你呢 给这找一个发电机 你给这个磁场的机身磁 然后呢 你把三向引出来 你跟手转发电机 这块输出是不是三向电 对吧 发电机正常输出三向电 你别给它整流 啊 别给它整流 这不是三向电吗 你把三向电引到另外一个发电机的 三个端子上 我说的这明白吧 引到另外一个发电机的三个端子上 然后的话呢 你给另外一个发电机也通认磁场 这时候呢 你其中一个 你第一个发电机你转 第二个发电机它也跟着回转 我不知道你能明白没 就是这两个发电机的转子 必须都得通磁场 然后呢 两个线圈都别精整流球 两个线圈都给它连上 没明白 就说啥意思 这是A线圈的B线圈 这样 你把它对接上 这边转 这边也能转 啊 知道了吧 这边转 这边也能转 啊 我跟你说呀 那混合动力 混合动力的启动机 是不是也就是发电机 啊 对不 你给这个线圈通路 啊 因为中间转子是永磁的 啊 你给它通三项电 那它就是电动机 你如果要是说发动机带着磁场转 它往外输电 那就是发电机 那这不就叫混合动力吗 发电启动一体 对啊 启发一体 它是本身是可互换的 啊 可互换的 好了 我给你讲一下电机怎么转的啊 三项电机如何转的 就是新能源电动车 是怎么走的 啊 新能源电动车是怎么走的 换的 咱们腾讯课堂的同学啊 那个今天呢是咱们的公开课 咱们公开课呢 二四六日啊 是公开课 就是都是免费的啊 因为咱们现在呢 因为腾讯课堂大师学院啊 刚刚成立 到今天为止啊 成立都不到一个月啊 刚刚第三周啊 咱们现在报名的人数呢 这个 即将到5000人啊 即将到5000人 我原定这个月计划是达到1万人 报名 那但是没有达到啊 刚刚达到5000人 5000人也行啊 咱们同学呢 在朋友圈的班老师转发一下子 咱们这个课程的这个连接啊 课程的连接啊 老师在这里谢谢大家啊 老师在这里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 好 看新能源电机是如何转的啊 咱们线圈 A线圈 这样 你这样接 然后呢 你B线圈 这样接 然后呢 你的C线圈 这样接 同学们啊 咱们这个电感啊 今天的老师呢 就跟大家说的出了一些啊 明天开始 咱们的课程呢 应该是半导体的课程 如果今天要是讲不完的话呢 明天再讲一节电感啊 如果讲完了 明天就是半导体的课程 啊 是这样 咱们ABC三组线圈 然后呢 中间 咱们放一个磁铁当转子 放一个磁铁当转子 一面呢 一面呢 为N 一面呢 为S 这个同性相视 异性相惜 啊 这个道理呢 这个 这个事件万物呢 可以说都遵循这个道理 啊 可谓天道 啊 哎 可谓天道 啊 就马达看上去不止三组线圈啊 啊 你是看哪个马达啊 马达他怎么转都三组线圈 因为啥呢 就是说我我现在你现在看到的啊 这个磁铁铁我只换了六对啊 就三对啊 他是成对出现的啊 成对出现的 成对出现的 好 看三项垫如何让他走啊 看三项垫如何让垫鸡走 首先在上正下腹的时候 线圈在咱们正弦边吗 我给你画个正弦边来 把正弦边再给你剪回来 你看就是正弦边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你看老师讲的 是不是都扣回来 啊 是不是都给他扣回来了 你看老师讲是不是给你扣回来啊 道理都相通的 首先 这个正弦边在起的时候 上正下腹的时候 这是通电 上正下腹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磁级啊 他肯定是上面是s 下面是n 这不用说了啊 肯定是上面s下面n 这时候呢 这个磁铁 这个磁芯 他俩是不是相吸啊 两面磁鸡把磁铁吸到这个位置啊 磁铁吸到这个位置 这时候他就定在这不动了啊 定在这不动了 然后当线圈通上电后 看在这个位置通上电后啊 过一段时间蓝色线圈开始发电 就在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时候蓝色线圈 就通电在一段时间后 这蓝色线圈开始发电 蓝色线圈发电之后 蓝色的电来了 上正下腹 那这边呢 他也产生s 这也是s 这也是s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钻子啊 就在这个两边此地坐一下 是不是向这边转点啊 我问转不转 往往这边转 哎往这边转点啊 转点 转点 你可要知道啊 这是转点 然后红色的电压降到零时 就这点 红色电压降到零时 这个位置不降到零时了吗 蓝色电压最高 这时候他转点转转转 他从这头慢慢慢慢慢慢 就转到这块了 看明白吗 我这个磁集开始发生偏转了啊 就变成这样了 你看 一讲啊 原来如此 对吧 哎 你看就过来了吗 就过来了吗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蓝色通电到最大的时候 蓝色正在通着电的时候 绿色 这不就来了吗 电 我给你换绿色的 在这 蓝色通电差不多的时候 绿色这不就开始了吗 也就在另外120度的时候 这不又120度吗 以红色为准 120度为止 绿色不就开始了吗 好 这红色没电了啊 红色没电先被管 还管绿色 绿色这边是不是正 这边是不是负 哎 这时候呢 这个蓝绿 它都有电 这时候呢 这个转子转转转转转转转 就往这个方向转 啊 当蓝色没有电的时候 这不是没电了吗 绿色电上来啊 上劲了啊 绿色电上劲 这时候呢 它整个这个 磁级开始旋转 啊 转这了 那么在绿色通电的时候啊 在绿色通电的时候 如果它再顺势转转啊 就在这个位置 不从这转这再转这 再往这转的时候 怎么办 哎 进入下一周期 下一周期就这 红色下阵开始 看到没有 红色的下阵开始 就是这面是热 哎 这面是负 哎 这面变成S啊 上面变N 那这个磁铁在这个位置 继续往这边转 随后啊 就开始这样一圈 一圈 一圈 就这样转了 明白了吗 啊 老实讲的这明不明白 明白了啊 这根本就转了 红的 蓝的 绿的 红的 蓝的 绿的 就这么转圈 啊 就可以了 就转下了 那么它转速有多快呀 啊 它转速有多快 同步啊 这不就同步 你通电是不是就过来了 转速有多快 是不是取决于这脉冲的速度 啊 是不是取决于脉冲速度 啊 这脉冲速度越快 它在这个位置转的是不是越快 脉冲速度越快啊 转的越快 啊 啊 说老师你可以讲讲电机变频电压和磁场的定向控制吗 啊 你说的那个呢 啊 我现在再给你讲变频吧 马上开始给你讲变频啊 现在我再给你讲个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能转起来的 这没啥毛病了啊 现在电机如何转起来是不是都懂了 听课的学员啊 腾讯课堂的学员 每个人在朋友圈帮老师转发一下的课程的连接啊 好 老师现在给你解决下一个问题 哦 解决下一个问题 哦 下一话题 啊 说什么叫同步 什么叫异步 啊 我说给我转发 啊 你们马上就夸夸夸就那么转发 这就叫同步 啊 我说啥你就做啥 啊 我喊的你 我红色 我说蓝的一通电夸就过来 啊 我给绿一通电一样就过来 这叫同步 啊 我让你转发你就转发 这叫同步 啊 啊 什么叫异步呢 大概的意思啊 从自愿上理解 应该不用我说吧 我说转发 这个什么时候发呀 老子啥时候心情好 啥时候再说吧 啊 说这 你这么这么理解 你看这样还不行吗 想继续啊 继续 这个电机如何转的说完了啊 就是这个三项电机如何转的 跟大家说完了 那现在是这样 大伙都知道了 这个电机 这个转子转多快 实际取决于谁啊 取决于电子 定子线圈通电的速度 啊 那我现在想给电机通电速度 嗚嗚的往上通 啊 想急速的往上通 嗚嗚的往上通 那你电机能嗚嗚的往上转吗 我想他让他一万转 现在正一转呢 啊 我电一下让他变成一万 一万赫值 啊 就是啥意思啊 刚开始还一赫值一赫值 就变着 这正线波 啊 我一下子就给你变成啥 变成一万赫值频率 啊 这速度一下就给你提起来 啊 就变成高速的 那就是高速的正线波 那我电能做到 你电机能做到吗 啊 啊 刚开始还很慢呢 我电一下就变成高速的 对不对 那你是电机外通速度是跟上了 那电机能转吗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就说啥意思呢 你现在通过这时候 A线圈通完电之后了 B线圈什么时候通电 那电机得转到一定角度B 才能通电才有用 对不对 啊 你想想 就说啥 我现在磁铁在这放着呢 对不对 啊 我A通完电 你给B通电 随后就给C通电 那你现在这个电机还没等转过来呢 你脉虫给C了 那有啥用呢 你是不是得监测 它已经倒闭了 倒闭之后再给C 你不能自己在那时候 ABC 对不对 你不能自己在那想 是不是 就是必须是A通通电之后 然后你给B通电 你得转到B 得达到B这位置了 然后你才能给C通电 然后他才能从B往C走 你得有一个报告位置的 你不报告位置 你就光通电的 是不是 特别是汽车起步那阶段 那你就一个劲的往上加脉虫 车子的憋着不动呢 对不对 那咋办呢 所以说啊 怎么办 需要位置传感器 位置传感器是什么东西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悬变 这小子叫悬变 悬变这个东西 就就就就就有用了 啊 悬变这东西啊 有用了 啊 悬变产生的波形 那大概是这样 啊 大概产生的波形是这样 啊 它是编码开关的一种应用 说谈编码开关 不知道 我跟你讲 车上什么东西是编码开关啊 我跟你讲 车上是什么东西 方向盘 转角传感器 空调的鼓风机开关啊 你无限制在那调 就是歌手拧 呜呜呜在那拧 音响的音量调整旋钮 电台的调台的旋钮 就一个劲就歌手在那拧 这种的话呢 就属于编码开关 啊 就属于编码开关 编码开关 是能识别出正转反转的 啊 而且转多这个角度 多大角度了 正转反转是可以识别到的 啊 那这啥意思啊 你看啊 这个悬面里头 你看这道具悬面里头啊 是六条线 就这个悬面啊 里面是六条线 六条线里面是三组线圈 挺好 啊 就这个 这里面是六条线三组线圈 就这个东西 他呢 在电击轴上 这个位置是电击轴 啊 电击轴上面呢 有一个四方形的秃轮 啊 像秃轮轴出来 啊 有个四方形的秃轮 在这里面转 跟电击轴一起转 啊 哎 但是呢 老师你看这东西 我看不明白 三组线圈啥意思 我一讲你就明白了 啊 我一讲你就明白 这个是三组线圈的波形 其中有一组线圈 产生的是交流电 高频的交流电 有一组线圈啊 产生的是高频交流电 另外两组线圈 啊 另外两组线圈啊 啊 另外两组线圈 它产生的 每组线圈产生的电是这样 每组线圈产生的电是这样 这个跟啥一样呢 跟编码开关 原理差不多 啊 又到变压器原理了啊 又到变压器原理 啊 学变压 学说在汽车 说说在汽车上学电子 我告诉各位啊 你们在车上 修车之前 把电子学完了 事半功倍 知道什么叫事半功倍吗 啊 就是说你懂电子 在汽车行业里面待一年 等于别人待三年 你待三年 有可能等于别人待十年 啊 这叫事半功倍 啊 哎 不管你信不信 啊 不管你信不信 啊 但老师告诉你 这话叫真理 啊 有人说我不信啊 你不信就用你自己的时间去验证 啊 你们修车越修越蒙 越修越蒙 啊 车型懂修的越多 干的功龄越多 你不懂的问题越多 啊 越蒙全 啊 哎 然后你就和哪和哪去学下 啊 学完之后呢 啊 可能学了一个通病 啊 比如说 啊 像什么这个 啊 那个那 克鲁斯啊 车身模块 啊 容易损坏 啊 这种通病啊 哪个芯片容易坏 啊 那我 你看我厉害了 啊 这类的通病 啊 说大众车 这个比如喘气 啊 曲终箱强制通风方法 容易露气 啊 啊 你看我学到了 聪明 啊 宝马的变速箱 电脑啊 容易开汗 啊 转速通暗器容易开汗 啊 汗上变速箱电脑就能修好 啊 我又学了 啊 我告诉你 你认为这是学着干货了 啊 啊 你这种干货啊 整个小本系上啊 葵花宝典 以后我 那谁都不能告 你知道别人也知道 教你老师不光教你 他还教别人呢 你不说别人还说呢 啊 网络时代 啊 你能挡住谁啊 啊 对不对 以前的老师傅为了不让徒弟啊 看 有的时候啊 各手捂着 班子一凸落 啊 手都磕破了 啊 就为了徒弟 不让徒弟看 啊 就现在的通病 我告诉你啊 那司机有这都知道 啊 知道吗 那司机百度一查 啥不知道啊 你们见不见过司机买一个芯片给你啊 或者拿一个件给你 师傅来 你帮我把这件我换上 我车这毛病啊 你怎么知道这件呢 像那科鲁兹那个车身模块的芯片 啊 我就遇到这种情况 啊 拿个芯片给我来试试 你把我焊上 啊 这灯不亮 说你哪知道呢 啊 网上也都是 你以为你不说司机都知道 对不对 司机都知道 你藏椅有什么用呢 注意啊 说A线圈B线圈 它是这样的 这编码开锅啊 编码开锅的 我那个 那个那个那块有个电路板 那电路板给我拿过来 对对对对 那电路板对 你看有没有Uib线 给我找一条 我给大家会演示一下这编码开锅 方口Uib方口先 就在那里 就这里就有 你找找Uib方口先 看着啊 这编码开锅是这样的 这开锅 这开锅和上这是打铁 这开锅和上也是打铁 它俩是来回的动 啥意思 这就它了啊 一会给大家演示一下了 你看就明白 他俩这条 俩开锅平时都是五幅 啊 这俩开锅平时都五幅 然后呢 如果你要是顺转 这开锅一和上啊 注意啊 开如果是顺转的话 是开锅A先和 这时候呢 他先变第一电瓶 然后第一电瓶走一半的时候 B在和上 就如果顺时转啊 是A第一半的时候 B接着和上 看见没有 然后的话呢 继续转的时候啊 A放开 啊 A的波形就铁了 然后呢 再拧一会的时候 就是一个档拧过之后 你那种开锅一拧嘎哒一下子 对不对 那嘎哒一下子结束的时候啊 就是B也放开 就是A走完一半的时候 B也放开 看见没有 假如说是顺转啊 他会永远都遵循这种模式 啊 就是A先落下 随后是B 啊 就这样 他他这个波形啊 永远遵循这种模式 同学们 啊 就老师给你画这种模式 啊 就是A 啊 A先落 B跟上 啊 哎 然后又是A先落 B跟上 对啊 这本来这编码开关啊 你悬变就这东西 知道吗 你以为呢 悬变两组线圈 啊 这悬变这是A线圈 它是这样的波形 B线圈也产生这样的波形啊 我告诉你 我一给你画你就明白 一给你一给你重别你就明白啊 A线圈产生的这个波形 B线圈也产生这波形 但是他们俩的相位关系是这样的 是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B线圈啊 哎 这样错开 哪个怎么看能清楚呢 这样错 对不是他俩是 这叫同步 对不对 你给错开一个角 就这样 啊 你要是说 他他可能往前错 可能往后错 啊 对对对对 来看这个 那咱这块有一个录像啊 这是咱们这个修一个车的时候 这是这是这是织豆的搁那啥的啊 这个是织豆的 他俩错开的关系 看出来错没错 我错开的关系看到吗 再再再播一次 看到了吧 这是实测的啊 哎 但刚才那个是 他织豆是用霍尔做的 啊 织豆是用霍尔做的 啊 然后刚才那种的是用线圈做的 就这种波形是用线圈做出来的 哎 然后呢 这是顺转 如果倒转的波形是啥样啊 我一跟你讲你就明白 啊 就悬变倒转的波形 如果逆时人转 是这样 是这样错 而是B先接地 啊 如果是倒转的话 啊 就是B先接地 然后A再跟上 所以说它是可以识别方向的 一个叫顺转 一个叫反转 然后A马上 再顺转反转 哎啊 上面要顺转 底下的叫反转 啥意思啊 顺转的时候是A先接地 然后B跟上 反转是B先接地 A跟上 他俩是错开的 谁懂不 啊 这谁先接地 就识别正反转 啊 谁先接地 就能判断出正反转的 啊 如果B先接地 A跟上 叫反转 如果A先跟D 跟这个接地 B跟接地 这叫反转 正转 啊 正反转 啊 好玩吧 啊 好玩啊 好 然后呢 刚才你看见的呢 啊 这种是用编码开关做的 它是重方波的 啊 是重方波的 啊 用编码开关做的是重方波 啊 你可以换下了啊 这是编码开关的 不可以 他怎么能知道 正反转呢 另外啊 我告诉你 你们那个电机 玻璃升降器电机 不有防甲功能吗 一遇到阻力的时候 电机能倒退回到中间位置 啊 他怎么能知道中间位置呢 就在电机的主轴上 啊 就有这种编码开关 有两个混串 去构成的编码开关 啊 防甲功能的电机上就有 学吧 学到手都是知识啊 船功能的电机上 眼睇 员 左 画完卖日图 完了啊 来咱们看一眼编码开关 这个开关呢 是咱们的这个 这个版啊 是咱们电子课程 你们所有学员的套件里面都有 这是咱们电子课程里面的这个板子 这个位置是H桥 这是专门驱动电机的 专门驱动三项电机用的 H桥 看这个位置是编码开关 这编码开关长这样 你们套件里就有 你们在套件里面好好找找五个角 啊 这个东西就是编码开关 一共是五个角 啊 这样 看着啊 老师跟你说 这五个角呢 它上下按是一个开关 看见没有 它上下按是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咱们不算啊 这个灯不算 然后是正转反转 是拧 啊 是拧啊 我给你拧一下 你看看 我顺势人拧啊 就是顺势人就这么拧 看着 顺势人拧 第一个灯亮 再拧 俩灯一起亮 再拧 灭一个 再拧 灭一个 哎 一个档完事 这叫顺转啊 我再顺转一次看 顺转 亮一个 再顺转 又亮一个 再顺转 灭一个 再顺转 又灭一个 完事 这叫一档 看到没 再顺转 是不是那个拧行跟我画的一样 那就是顺转 什么叫倒转呢 看反转啊 反转实现亮 反转 再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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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事 再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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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看明白这个工作员里吗 他们是相通的啊 你方向盘 转角传感器 啊 有的转角传感器 能识别是方向盘 正转 反转 啊 然后的话呢 新能源车的位置 那新能源车电机旋转的位置 然后加上这个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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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玻璃声量器电机 啊 这位置 都这一样的 都一样的 我告诉你 老师不光跟你讲原理 我教你程序怎么写 CPU如何运行 认识到这个程序 知道吗 啊 你自己能把这程序写出来 那电脑板是如何识别这个开关的 电脑如何识别这个开关的 玻璃声量器 玻璃电机电 那个里面的电脑如何这个识别的 这不跟玩一样吗 你不就会了吗 对不对 然后啊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啊 说悬变变压器 这回靠过来啊 我跟你讲这个悬变变压器怎么工作 啊 我跟你讲这悬变变压器怎么工作 啊 他工作的原理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他要三组线圈 新能源的啊 学电感 为啥 老师为啥教你学电感 啊 大概是这样 是这么个意思 咱们讲了 这个变压器呢 这有三组线圈 其中呢 一组线圈 他通入的是交流电 而且这个线圈里面一直通入交流电 你注意啊 这个线圈里一直通交流电 所以说他产生的波形 这大概是这样的 他是等值的 高频的这种交流 明白吗 啊 就这个线圈里面通入这种等值 等频的啊 这种高频的交流电 按道理来说 这种线圈 这种线圈都能感想到 但是呢 他们中间是空的 不是通 不是隔交流吗 线圈隔交流 隔多高的交流 你告诉我 十圈线圈隔多高交流 二十圈线圈隔多圈交流 你的意思是线圈 凡是线圈都隔交流 那就是 事前就能买车呗 啊 事弄那 事弄这吧 事前就能买车 那你拿一块钱去买台车去吧 是不是 奔驰才六百 是吧 算大了算大了两千太贵 奔驰才六百 好了啊 因为这组千圈正幅很强 这个和这个的正幅呢很弱 啊 因为他俩距离很远 就中间 他们线圈跟线圈之间 你看他们都不是挨着的 看见吧 就是假如说这组线圈 这组线圈 这组线圈 他们三组线圈的关系是A线圈 假如说这组线圈是例子的啊 这线圈这线圈 他们之间就是信号了 他们他都不是这个在一起缠着啊 所以说呢 他们之间呢是没有 对面是没有强信号的啊 是没有强信号的 哎 就这意思啊 那么呢 如果你要是拿一个磁铁 我这个画的吧 有点 怎么说呢 他俩应该重叠啊 他们俩应该重叠 但是呢 我现在呢 没法跟你画重叠 这个意思啊 就说啥呢 这个磁铁逐渐往这里插的时候 哦 那么他在插入的时候 他这个信号强度就起来了 嗯 嗯 这么一画吧 在磁铁插入的时候 信号强度起来了 明白我说意思吗 嗯 然后呢 你这个磁铁呢 插入之后信号最强 随后呢 你逐渐往上去的时候啊 他的信号变弱了 他的信号变强了 嗯 这样的话呢 就是 这的墙和这的墙 他俩之间就有一个相位差 嗯 就大概的意思就是啥呢 是这样 他俩是错开的 嗯 就这么是错开的 啊 你就是这样错和这样错 这不就出现了这个 正转和反转吗 啊 哎 这样错啊 就出现了方向了啊 哎 就是个正弦的错 这样 就信号增强的往这和往这 啊 就出现了反正向和反向了 哎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能识别的电机正转和反转 转到什么角度了 转的位置合不合适 这磁铁在哪 在这里面没有磁铁啊 中间是没有磁铁的 啊 它是一个轮 啊 它是一个齿轮 我看我能不能给你找这个齿轮啊 你等一下 这里面一共是三组线圈 哎 对 转子轴上有个秃铁 我给你找一下的啊 我看能不能找那照片 这是那波克行 一个往上上 那这头就往下下 啊 然后这边下的时候 这边上 这就是刚才你看的那个 就什么 就什么 看我简单 这边下 我好吃 怎么吃 说 我愿意 是一种 你呢 不要 我就不错 好了 你 是一种 因子 那一种 我愿意 我是一种 悬面的车轮没照相 我给你找找 这小子能不能看见 电机 这个是D档的档位开关 这就是悬面变压器产生的波形 这个是啥 这是用咱们信号发射信号 发射信号之后 给悬面的线圈 然后悬面转的时候产生的波形 这些变压器产生的波形 在转的时候看出现的 就这样 电机没有 电机没照 电机没照 这呢 过去了 我看能不能转转过来 好 看见这个吗 这个是尺圈 这个位置是线圈 线圈 这是电机轴 电机轴带着一个像图轮似的一个东西 在这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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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这个尺对准线圈跟离开线圈 然后产生感应信号 现在我只能给你看到这 等到我再整信动员的时候 我把这照片拍下来 你看看长啥样 这个呢 是咱们这个悬变啊 这是咱们这个悬变这块啊 跟他说的啊 就是说有关电感这块啊 跟大伙说的这些 那么今天呢啊 今天呢 咱们这个课程啊 就到这了啊 老师呢 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个三项电机 三项电机 然后的话呢 旋变变压器 然后又跟大家讲了这个 这个 三项的发电机 就是线圈这一块 电感都是相关的 明天 明天 咱们 左边这线圈是产生粒磁的 它是一直产生信号的 然后这两边是感应信号的 就有铁跟没铁感应信号 不是不一样吗 如果铁撤了 他俩都没信号 这铁一进来 他先有信号 再过来的时候 他再有信号 不是这么个意思吗 如果左边这块 没有胶变的磁场 你这个铁过来都没有用啊 它是个铁 它不是磁铁 这是块铁 另外啊 我问一下 悬变有没有位置要求 悬变有没有位置要求 有啊 悬变冰压器 必须有位置要求 我告诉你 你装错位置 装错之后 要么跑不起来 要么倒着走 你加油倒走 你知道吗 他跟正时一样啊 他跟有正时一样 你看这个悬变啊 你看这个 这是固定螺丝 看到吗 四条固定螺丝 然后他是带法兰牌的 你看他这个带货椭圆形牌的 干啥 他是可调的 看见没有你罗斯引开之后 他一转有很大的调整角度 如果你调整角度不对啊 要么车没劲跑不进来 要么没劲跑不进来 要么就是倒着走 挂前进党一加油倒走 你看这个 这不都是吗 这都是带货口的 长条货的 嗯 这个也是旋变啊 这是织豆的旋变啊 他也是带长条货的 这东西不能随便放啊 是有证实的 这些呢 有关线圈这个啊 就是更多的原理呢 咱们呢 就是讲新能源车的时候 咱们再说啊 如果更多的啊 咱讲新能源车的时候 好了 咱们有关电感的课程啊 咱们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了 那 有关电感的课程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了啊 就从变压器这块 啊 然后明天呢 咱们再讲讲变压器啊 再讲讲变压器啊 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 然后呢 咱们就进入到半导体啊 咱们就进入到半导体的课程 啊 从半导体课程开始啊 每天的实践量会大幅的增加啊 咱们给你配套的套件 有大量的实践 就增加 啊 明天呢 咱们会给大家讲讲这个 磁珠啊 磁珠 磁珠跟变压器 明天电感最后一堂课啊 最后一堂课 然后呢 刚才是有一同学呢 说是电感 你的电感不是说这个组交流吗 电感组交流 这是频率啊 频率低的时候阻力很小 随着频率的升高阻力才加大 而且不同的电感啊 你得就是达它达到同样的阻力 基本达到同样阻力 那频率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你像A电感可能10兆赫就达到了 B电感你得达到100兆赫 才能达到这个阻力 电感是阻交流 通时有阻交流 但并不是所有的交流电都阻 它的阻力是变化的 是随着频率而变的 电感的阻力是去频率而变的 而且频率一过了以后 过到这个点之后 阻力又开始下降 这块一过了以后阻力又开始减小 就一旦过了 就是过有而不急嘛 对不对 对 就是频率低的时候 它是导线 随着频率的升高阻力不见 逐渐加大 阻交流嘛 电感不是阻交流嘛 随着频率升高阻力逐渐加大 逐渐加大 逐渐加大 但频率到一定程度达到最大 最大这个点就是选频点 如果你继续加大频率 这个电压 这个这个这个阻力就开始下降 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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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就开始切换到容性 从感性切容性 中间这点就是电感的选频点 这个位置就是它频点 这个就深了 如果没学过了 这就很深了 学会同学的话 那大家都知道了 电感的话呢 它是这个电阻电容电感的一个集合体 电感的等效电路嘛 电感可以等效为电阻电感电容 这是它的真实的等效电路 然后电容呢 它是电容电感 然后加电阻 它们三者元件是可以来回切换的 电阻电容电感三者元件来回切换 好 今天内容就这样 就这样 再见了 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聊